这绝对是宇宙文明最强大的种族 那座隐藏且悬浮在半空的巨大城堡就足以让你震撼 地球文明与它们相比简直不值一体 并且它们还拥有隐身以及起死回生的技末 这天星门项目组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找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星际坐标 就当SGE准备前往这颗星球探索时 国防部却认为这样的探险对科技提升微乎其微 反而频繁地游走于星际之间 非常容易引来强大外星文明的窥视 如果对方派出战舰来到地球 我们绝对没有足够的科技进行防御 但提拉克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之前他为勾阿鲁德效命的时候 蛇神就已经带他探索过那颗星球 那里的生物拥有一种隐身的科技 蛇神为了得到这种科技损失惨重 最终也只能空手而归 卡特认为隐身科技对于地球同样至关重要 如果能抓一只活的生物回来研究 那么地球的科技将会有巨大提升 上级最终采纳了卡特的意见 同意让他们前去那颗神秘星球探索 这个星球之后却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原始森林 似乎没有高等文明出现的迹象 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转眼之间高耸的星门就不见了踪影 这诡异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找不到星门就丢失了回地球的路 众人也只能分成两对在森林里小心探索 欧尼尔两人发现前方的树枝在剧烈抖过 很显然那里有一只隐形生物 欧尼尔想用麻醉弹让对方显露原形 就在他瞄准射击的时候 突然一发激光弹冲天而起吓走了隐形生物 然而就在两人一脸猛逼的时候 勾阿鲁德族的蛇神带着假法战士出现 显然是冲对隐形生物而来的 四小强在森林里讨论接下来的进化 杰克逊主张活捉蛇神打探妻子的下落 卡特表示我们手中携带的只是麻醉枪 不适合与这帮劲敌进行交战 提拉克表示想要找到星门 就必须借助蛇神手中的星门导航装置 如果我们埋伏好打一场反击战 也并非没有战胜对方的可能 蛇神正带着假法战士追击隐形生物 眼看就要进入四小强的伏击圈 蛇神却突然感觉不妙停下了脚 并让其中一名假法战士前去探望 假法战士在地上发现了他们的脚衣 就在这时提拉克冲出来打响了伏击战的第一枪 虽然四小强占据伏击的地理优势 但假法战士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并且还有后世的铠甲能抵挡伤害 就在所有假法战士都进入战斗之后 蛇神身边便没有了守队 欧尼尔趁机从背后杀出准备将其麻醉 没想到还是被警惕的蛇神察觉 并且立马开启了能量防护杖 欧尼尔三人就这样被蛇神送去了西北 提拉克虽然战斗力强悍 但面对拥有能量护照的蛇神也束手无策 服彌悍 等几人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躺在一个昏暗的茅草屋 虽然还穿着被击穿的衣服 但身上的伤口却不见了踪影 几人还以为这是死后来到了天堂 突然两个蓬蓬头男女出现在他们眼前 杰克逊尝试用英语与对方进行交流 没想到对方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 这时女性蓬蓬头打着手势走出茅草屋 等他们走出茅草屋却发现 一家四口早已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欧尼尔刚想询问提拉克的下路 提拉克就从他们身后走了过来 接着小女孩来到卡特身前 并且用熟悉的英文告诉她自己叫小悠 沟通后才知道他们也是刚刚才学会的英语 他们是一个叫诺克斯的种族 虽然有着超高的医术以及隐身技能 但他们却崇尚和平与世无争 听上去就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精灵族 欧尼尔也想学习他们的所有技能 过分地要求当即被诺克斯人无情拒绝 诺克斯族的小美表示等他们的兄弟醒来 便会带他们前往新门离开这里 猛逼的欧尼尔表示我们并没有其他同伴 众人随小美进入茅草屋才明白 他口中的兄弟既然是敌人甲法战士 受伤严重的他却不接受诺克斯人的治疗 提拉克表示甲法战士的伤不需要治疗 因为他的体内有一只勾阿鲁德 四小强出于对诺克斯族安全的考虑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就地取材制作了一把弓箭 当小悠看到欧尼尔做的弓箭后 表示这种武器很适合我们采集树上的水果 突然一只满嘴摇牙的怪鸟朝两人袭来 欧尼尔剑撞立马让小悠逃跑 自己则尝试拉弓搭建朝着怪鸟射击 当弓箭射出的瞬间怪鸟却突然消失 就在欧尼尔一连猛逼的时候 诺克斯人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说这种鸟并没有什么隐身功能 而是诺克斯人将它们隐藏了起来 诺克斯种族不但拥有逆天的技能 而且诺克斯人的寿命也远超人类 如果按照地球时间来算的话 那么小悠的年龄都已经500多岁 提拉克表示蛇神一旦知道 它们有如此多逆天的能力 肯定会不惜一切的想要获取 如果无法得到必然会动用星际飞船 大规模轰炸这个科技落后的星球 就在这时假法战士也已经苏醒 提拉克为了防止他逃跑 向蛇神通风报信 用粗绳将他绑得严严实实 提拉克看到对方是同族的份上 便好心劝说对方与地球人类合作 共同推翻勾阿鲁德的霸权统治 这也是为了整个假法族人的自由 然而对方不但不同意加入 还露出袖口的暗器将提拉克刺倒在地 诺克斯族的小美也被假法战士杀害 好在提拉克体内拥有勾阿鲁德并无大碍 诺克斯族一家三口立马对小美进行治疗 他们在治疗的时候便会失去隐身能力 也正是诺克斯人最为脆弱的时刻 恰巧这一幕被逃出的假法战士发现 虽然小美被成功救了回来 但欧尼尔却担心这家人会有危险 对方却认为他们有隐身技能 丝毫不把蛇神等人放在眼里 逃出的假法战士很快便带着蛇神杀了回来 恰巧途中撞见小悠在森林中玩耍 他不但不害怕还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 很快众人便发现小悠倒在了路边 这家人为了救回小悠的幸运 不得不再次进行治疗仪式 为了让诺克斯人顺利完成治疗 四小强最终决定留下来为他们护法 欧尼尔对蛇神的防护罩进行了分析 当时假法战士给蛇神多武器的时候 好像并未受到任何的阻碍 不管是枪还是激光武器 都具备超强的射所 因此很难打穿蛇神的能量防护罩 反而是弓箭恰恰没有多么快的速度 恰巧是突破防护罩的最佳武器 而且欧尼尔还在弓箭上脆落 四小强再次在森林里射下伏击 这一次他们准备得更加充分 而且选择了与敌方短兵相接 敌人很快便进入了他们的埋伏圈 四小强在提拉克超强战力的加持下 伏击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蛇神见识不妙只好独自逃跑 怎料欧尼尔手持弓箭早已等候他多时 本以为这次能成功将蛇神活捉 然而就当欧尼尔射出弓箭的瞬间 不可一世的一幕又一次发生了 无奈的四小强只好来到新闻附近 但依旧没有发现新闻的踪影 突然诺克斯人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 表示蛇神已经被他送出了新闻 欧尼尔好心奉劝对方 勾阿鲁德是一个文明非常先进的种族 我们离开后一定要将新闻掩埋起来 不然勾阿鲁德族一定会重新回来 但诺克斯人却表示我们的文明遥遥领先 勾阿鲁德族就算再过一百万年也完全不够看 我们只是不想有任何杀戮 随着诺克斯人的大手一挥 空中竟然呈现出一座巨大的城堡 没想到诺克斯族的文明强悍到如此地步 四个井底之蛙这时才知道自己的不知 原来对方并不是不重视勾阿鲁德 而是他们的确有这样的资本 然而到这里四小强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集